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六晚上英超有焦點賽事開打 曼城會與愛華頓來一場短兵相接 這場賽事會在曼城的主場進行 五道其時音直播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 曼城在各項賽事已取得九連勝 目前陣容健康,動力十足 所以金將要在主場,但勝對手應該問題不大 作為三冠王,曼城今季被寄予厚望 由於迪布尼、夏蘭特這些核心球員先後受傷 曼城始終未能處於最佳狀態之中 而今季英超曼城甚至處於四輪不勝的尷尬 好在現在曼城已經走出低迷恢復狀態 近期各項賽事取得九連勝 艾華里斯、科頓這些球員表現不錯 而科頓更在上輪英超想以武指氣化 幫助球隊逆轉奔福德 目前他們在小賽一場情況下落後帶頭的利物浦2分 今季遺免希望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 加上陣容健康並主力球員狀態出色 今季面對護級粉絲愛華頓 曼城應該可以取得勝獎 而愛華頓過的兩個賽季都驚險護級 今季他們依然面臨巨大的護級壓力 23輪取得8勝5和10負 單從戰績來看,他們只比車路士少2分 由於之前因為財政違規被扣10分 導致愛華頓只能與護級球隊同為一班 而近方方面,愛華頓依然不容樂觀 連續六輪英超未償勝職 期間有三將沒有波入 即夏里順是球隊近期較活躍的球員 今季首場說面對曼城曾經建功 夏里面對二次亦有波入 不過由於愛華頓實力與曼城相差比較大 而且還要作客 所以今仗他們贏面真的不高 陣容方面中場,迪利亞里,安祖高美斯都是因傷缺陣 LER 另外一次您可以應付一次 但首相掩最好的 約8分 現在軟贈